我是Louis,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看到主题呢,相信你们也知道 我今天要做的东西就是 开箱我的Ponello Hall 那今天这一集呢,其实它也不算是 真正的开箱啦 因为那个包裹到的时候,我就真的是 超级迫不及待的把它开了 所以我是在我的公司开的 那其实它的包装方面呢 我觉得做到还是蛮classy的 就是它会把所有的衣服叠在一起 然后它就用一个类似比较薄的纸张 去把它wrap起来 然后放进它的快递袋 然后它的label那些方面都做到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质感 其实这个牌子,我想要买很久很久了的 可是我一直都很不舍得买 因为它的价格是偏向于中上的 就是平均一件衣服大概要100多块吧 对于平时买淘宝的我来讲呢 如果在这里买一件 for new user 也就是我这种首次在pomello买衣服的 就是70%然后再减多一个30% 而且还附上免油费 所以我买的整个衣服里面呢 我总共买了四件 然后四件的价格总共是马币120亿令吉 120亿令吉买四件衣服来讲 就是平均一件差不多要30多块 30多块去买一件非常顶级的衣服 我觉得是很值得的啦 废话不多说 我现在马上给你们看 我到底买了什么 那第一套呢 就是这个卡吉社的连衣裙 那这个连衣裙呢 是我最近上班的时候穿到最多的衣服 因为你一大早起来 你就不知道要讲去配衣服啦 这种一件式的衣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一拿穿上去就可以走了 而且这个衣服你穿上去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因为它的面料真的是很软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 detail 它的中间这一个是有做了一排钮扣 可是它的钮扣是做这种隐藏式的钮扣 所以你在外面是看不到的 除了它的第一个 它的最上面那一边是特地做了一个很明显的钮扣 它的腰围呢是做了这种白折群设计的 我本身是很喜欢这一种白折群设计 因为它可以让整个连衣裙里面看到很有设计感 就不是那种很平平很单调的那一种连衣裙 它的这一个腰围的设计呢 会让它整体的感觉看起来真的很特别 然后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呢 就是它旁边这里有两个pocket 它可以塞你的手进去里面躲一躲 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去吃午餐的时候 你还可以把你的钱包啊 你的电话啊 还有你的那个职员针给放在你的pocket 就不用整天拿在手上这样麻烦 所以我觉得这件衣服真的是非常推荐给OL 这个衣服的原价呢 它是175块马币 然后我买的时候它是折扣了差不多70多巴仙吧 所以它的价格总共扣的是52块9 其实它还有两个颜色可以选啊 我本来是看中它的黑色 可是黑色在那时候已经没有货了 所以我就买这一个卡吉色 这件衣服的材质呢 它是viscose加polyester 可是我觉得它整体的面料真的很厚耶 就因为它很厚的关系 它又有一个我非常懊恼的问题 就是它很难烫 我上这衣服的时候 好像真的是要烫很久 大概至少要10分钟才可以烫好 尤其是它有这些细节啊 可是每一个条纹你都需要好好地去烫 可是我觉得我会很甘愿去烫它 因为它真的是很舒服 其实我很喜欢穿连衣裙去上班 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在看到旁边没有人的时候 我就会偷偷把我的脚收上来 然后盘腿做 就是把那个脚全部折起来啦 那整个侠一只这样我知道 可是我就是有这种快习惯 因为这只做真的是很舒服 然后如果穿在这个连衣裙的时候 你这样子收起来 是没有人看到的 因为它的裙摆够大 遮住了你的两个脚 第二套衣服呢 就是这个 鱼尾无袖上衣 那这件上衣呢 它其实还蛮适合坐公穿的 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它的原因 是因为它下面这个下摆做到真的是很美 你想象啊 你在走路的时候 有一阵风 然后这一个布就跟着你在那边飘 哇我觉得很酷耶 那这件衣服呢 我会选择搭配一个黑色的高腰裤 或者是白色的高腰裤 可是在这里我不能配给你们看啦 因为我刚刚在淘宝买了 然后它还在海运中 我希望我还有机会 这样子搭配来拍照给你们看 这件衣服呢 它的原价是99块马币 折扣后的价钱就是29块7 试想一下 用一个T恤的价钱 可以买到一个 箱子上班穿的衣服 是不是很逮耶 它的面料方面呢 是100% Polyester 然后其实我很好奇 Polyester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面料 因为之前刚才我介绍的那一个 也是Polyester 这个也是Polyester 可是它们的材质好像差很远耶 这个好像Molak雪宝 可是我刚才那一件 Molak很挺的面料 所以 OK 我不是很分得清楚 可是就是 Polyester OK 我们近看它的面料 它的面料是属于比较偏薄的 所以它穿上去的时候 不会讲很热 就其实还蛮透风 我买的这一件 是S size 可是它的腰围 这里是有一点点偏松的 所以我觉得 穿上去的时候 那个腰身啊 是没有降细啦 所以你们记得我上几集 就已经买了一个 迷你裁缝机吗 这个时候 就是要出到 迷你裁缝机的时候了 可是 就是 我怕我输了 所以 出了一个手紧带 想起来 感觉是很容易 可是 做起来 会不会是 Expectation里面 OK 不知道 我扯了过再给你们看啦 第三套呢 就是这一个 公主袖格子上衣 那这个上衣呢 我是非常喜欢它的设计的 我在外面 我几乎没有看到 那些店会有卖这样子的设计的衣服哦 所以我觉得它的版型真的是很特别 然后它真的是比较修仙的吧 它后面做了一个 很性感的底味 就是 如果你 后面只有穿着内衣的话 它就会很明显的看到你的内衣袋了 所以在穿着这些衣服的时候 要特别去更换那个内衣袋 So 我觉得呢 会有点点麻烦啦 可是 现在它够漂亮 它的原价呢 是129块马币 折购后的价钱是 38块7 面料方面呢 是这一种 Polyester的面料 又是Polyester 可是 这个Polyester 跟上两件 那个Polyester 真的是差别很大 这个Polyester 好像是比较属于比较挺的面料 然后也比较 有点 枉杀 有点粗的感觉 可是整体上我觉得还是OK的啦 就不议讲很扎皮肤 所以我可以接受得到 然后它还有三个颜色可以选 那这个是Avocato Green Ping Color 还有白色 然后我本身就是买这个白色咯 因为那时候Ping Color 还有Light Green Color 它是没有折扣这样多的好像是 我这件衣服是可以是整个里面折扣最便宜的 然后其他那两个好像是保留在原价 还是差不多30多巴仙 所以我就这些不用考虑 买白色 再给你们仔细的介绍它的 detail 它的肩膀的这一方面呢 是做了这一种公主秀的 所以会把你的肩膀整个给撑起来 然后腰围这里呢 它的下摆是做了这些荷叶边 因为它的腰围是比较紧的嘛 所以它就会整个看起来很显腰型 就整个就好像哗 就那个腰小小 然后那个下面下摆就大大 就真的是很显身材 它背后呢是有做这些Dip V的设计 然后那个V的最下方呢 是有做三颗扭扣的 然后它的最顶端是做了这种细带 所以你就可以自行调节它的肩宽 那总结来讲呢 这件衣服我还是蛮喜欢的 因为它穿上去的时候 真的是感觉很有气势 很斯文 尤其是你去咖啡拍照的时候 我觉得这件衣服真的是 很有那个气场啊 它真的是很好的 可以blend进每一个场合 如果它也很上进 可是它就是要特别用心去更换美 那第四套呢 就是这个 荷叶边雪坊上衣 那这件衣服呢 我第一次穿的时候 就真的不是很好看 因为我觉得我穿到整个很像Auntie这样 可能是因为它这一边是做了这种浅浅的V 所以我这一边是没有很多肉的啦 所以看起来很干 整体上看起来不好看 可是我在拍摄这一套衣服的时候哦 我配备一下又觉得很好看啊 又觉得很可爱 所以我还是考虑把它留下来了 可是它还没有过我的Probation 所以我可能会把它卖掉 Should I? Yes? No? Yes? No? OK 你们就看一下我会不会在我的Instagram卖啦 这件衣服呢 它的原价是85块 然后折扣的价格呢 是25块半 面料方面呢 它也是Polyester的面料 可是我觉得它比较偏向于雪坊的那种材质吧 然后它版型方面呢 它是偏向于有点宽松的 所以你搭配它的时候 最好是在下面穿一些比较紧身的衣服 这样子会整体看起来会比较的显瘦 然后给你们近看它的detail 它的磷子这方面呢 是做了这些荷叶边的设计 然后它的扭扣呢 也是那种蛮明显凸显出来的 那总结的来讲呢 这件衣服我其实还蛮推荐的 因为它的材质真的是很舒服 然后它就不会讲很厚 在马来西亚这种天气来说 真的是还蛮透风的 不会讲狗啊 那总结的来讲呢 这个牌子的衣服真的是很值得买 尤其是在有优惠的时候 可是有样东西哦 不要讲我没有提醒你们 就是哦 只要你一旦search了这个pomello 然后download了它的app 你就完蛋了 你会在你的YouTube 你的Instagram 还有什么 OK可能你的Facebook都会有啦 就在YouTube还有Instagram 一定会很多很多它的广告 我不以为为什么它可以下广告 下到这样狠 你知道吗 我买了这一批haul过后 我每次看YouTube 它的广告就一直出 一直出 出到我完全可以记得 它的广告里面有谁 有什么人 还有是什么主题 OK 真的是被它广告烂熟了 这样下去 我的钱 保不住欸 好啦 我今天的pomello开箱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like 跟subscribe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等等 视频还没结束 嗨嗨我是Louis 感谢缘分让你看见我的频道 那平时呢 你们看到的是镜头前的我 其实镜头后的拍摄 才是最辛苦的 有时啊 我在拍摄的时候 一直准准归归 弄到我整个膝盖都会黑青 只为了拿到更好的角度 那在这个幕后的工作呢 庆幸的是 我有一个目标一致的闺蜜 在背后帮我 它是我的剪接师 也是我的动作指导 有时我们会在拍摄的时候 跟它耍智障 那就是我们拍摄的乐趣 同一个镜头 同一个画面 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会重拍四五六次 只为了捕捉更好的画面 两个月了 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 累 一个子很累 可是我们会坚持下去 感谢按下订阅和关注我们的人 真心谢谢你们 请不吝点赞